OK的 麻煩你 沒問題 所以他們應該還有三位 三位我們香港自己人在上來 如果那三位聽到的話 一位你們就知道了 在洛杉磯那間環球律師樓 我們都很多人跟他們講過 我希望Lisa來講一講 另外 欣欣你們都記得了 你們都跟她聊過 聊過了 就是在佛羅里達州那邊 我上個星期去SIPPIC 就是那個保守派會議 就是那個保守派會議 就非常之好 他們一直都很熱情地幫忙 這些就是信教人士 真的不一樣 另外一位就是 我不想用她 她可能不方便用真面目的名字 我們叫她C ABCD的C 她就是在那個Copertino 即是在那個植谷那裡住的 就跟那些學校很有關係的 她直接在裡面有些行政的 有參與行政裡面的事 變成了 就 對於在那邊的社團 社區大學的情況非常之了解 那我們想幾方面呢 現在組織了一些MeWe 啊 團啊 組織好一些這樣呢 拿情況解釋清楚 因為我看香港現在那個 所謂要離開香港的壓力 但是越來越大 我們這邊呢 可以快馬加鞭 盡量可以做得 想辦法滿足香港的需要 當然大家現在都清楚了 離開香港是最不容易的 因為那些被共產黨收了 Passport 就痛苦了 被共產黨收了 Passport 你就很難搞的了 就變成了你離開香港都不容易 離開了香港當然是比較好的 但是你看看上次那12個人 就是拿命 我看看他們幾位可不可以現在上來 我們就現在呢 約莫都是未成形的 我們叫我們這個行動呢 就是幫香港人來美國這個行動呢 都所謂叫做黃雀 以前我們幫了這麼多八九六四的人 來香港都是那個黃雀 我聽到他們很多出名的 香港出名的人都幫忙 就變成了他們呢 整班八九民運的份子 聽到香港就非常同情 這些是以前中落的好果 現在我們可以找很多人幫忙 尤其是這幫八九六四出來的人 現在在美國雖然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地位 但是都算是站穩了 他們如果真的要他們幫忙 他們是很願意的 我們看看怎麼樣 我今天還要談 包括關於那些政治庇護 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現在呢 剛才我跟龔博士說的 原來那兩條法律 那兩條什麼叫做 安全港和自由選擇法呢 原來呢 就基本上等於從新起動過 不過幸好它當時就是經過了小組 討論小組 以及經過了眾議院的 可以這樣說 一致通過 所以應該我們看這兩個法律怎樣 只剩下一個 通過 就是希望可以 接下來這幾個月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都算是有一點貢獻了 是不是? 要不然好像沒什麼功課搞 怎麼辦? 就看一看這件衍衣 等等 我不用這麼說 Hello 看到了 你們不方便就可以不開鏡頭就行了 是啊 你聽到我好嗎? 聽到 聽到 我現在是C 我叫你C號 方不方便? CB ABC的C 是不是? CB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不知道你的題目是做什麼 我們今天聊一聊整個香港人是怎麼來的 OK 因為我預備了一些presentation 所以如果要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 我們這個聲音是不是很窄啊? 沒問題 沒問題 聽得很清楚 Hello 你們也看不到 先看一看 Hello 哪一位 是不是欣欣啊? 是啊 欣欣 你們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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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哪一位開始好啊? 你開始好嗎? 關於那個 上次實際上你沒有上過 所以你要介紹一下 Dianza那裡的情況 這樣的情況 那個地區是最好的 麻煩你介紹整個Dianza那個所謂的地區大學 OK 好 我現在嘗試 share 你們看不見我share screen啊? 看不見 看不見 OK OK 你能share screen 這麼好東西? 是呀 the scene share不了的 I know everyone can see and hear you share 很複雜的share screen 不是這麼簡單的 不是很簡單的 應該很簡單的 因為我現在在用那個叫做streamer 那個功能 我都沒學會用 我知道有的 但是我沒學會用 你現在 你只不過是一個參加的人 你可能控制不了的 控制在我這裡 我都沒學會用 OK Anyway 那不要緊了 我或者講一講我的presentation 因為我做了一個presentation 其實很多資料已經是放了上去 在袁爸爸的網站那裡的 所以 Dianza就是在 我主要就是介紹Dianza 因為我最熟悉Dianza 因為我住在Cupertino 已經是住了差不多有20多年了 所以很多腳毛都在那裡了 Dianza就是在Cupertino的心臟那裡了 那它大概是有差不多有20,000多年了 20,000多年了 它那個requirement 它的requirement就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有個中學畢業 還有這個中學畢業的 還有一些比如說Tofu 那些市 那些英文的市 那你有些分數 你寄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甚至沒有那些市 它有一個叫dualingo dualingo就是online 你可以立刻上去參加 考 然後拿一個Certificate of你的Proficiency of English 按照你的英文的程度 它會幫你安排英文班的 這個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D'Ansa就有Degree 叫做Associate Degree 它是兩年制的 叫做Associate Degree和Certificate Program 它那些科目 它差不多有90個Associate Degree 你讀完兩年之後 你就可以transfer到四年制的大學 然後可以讀第三和第四年 特別D'Ansa跟UC Berkeley很密切關係的 它們差不多 它們的curriculum 它們安排的所有的curriculum 都要經過UC Berkeley 它們那個committee 批准 所以為什麼說 one of the top transfer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另外就是所有的 這個學校的機會很大 可不可以這麼說 蛤? 就是讀完那個community college 有9間學校的 那你最top的那間當然是Berkeley 跟著UC Berkeley 然後然後其他很多都挺出名的 就是越做越好的 有很多比較新的 比如好像UC Davis 都是現在越來越做得挺好的 其他UC Barbara, Santa Barbara 其他還有很多 Anyway 去回… 所以如果國際學生通常都是想 在community college那裡讀了第一、第二年 其實不僅僅國際學生的 通常很多 因為community college 其實就是給一些比較低收入家庭優惠他們的 所以讓他們都有這樣的機會去繼續升學 所以有很多國際學生都用這個途徑 因為在這裡讀了 就是在community college讀了第一、第二年 你transfer上去四年制的大學 你就省回… 就是頭兩年你就可以省回很多錢了 因為平… comparatively是便宜很多的 UC 我最新的資料呢 UC的學費好像是四萬元一年 只是學費而已 四萬多五萬元一年 Diansa 譬如好像國際學生呢 就是大約七千幾八千元左右一年 即使差不多十倍 不是十倍 大約70%左右 如果Diansa resident 就是本地學生呢 大概二千元左右一年 所以是很大的分別 就是二千元和五萬元一年 是非常大的分別 最初那兩年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這條路 所以這個就是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community college的門檻是低很多 還有flexible很多 如果你想去UC Berkley 這裏差不多在全國是排第3 好像排第…總之不是第2、第3的了 就是跟MIT、哈佛那些差不多 Stanford那些差不多平牌 那你那個門檻是高很多很多 如果你真的夢想真的想去Berkley 但是自己的成績一般的 那你其實走這條路都十分之好 就是由community college那裡開始 因為很多人都是 因為我其實認識很多家長 他的子女都是去完community college 特別在Diansa讀完之後 他們都是轉去讀UC Berkley 或者UC LA的 那學費我剛剛說了 如果你去袁爸爸的那個網址 那你就可以去到Guardian 2 USA 那我已經分了有三個地方 這個就是California California就是主要介紹Diansa Forthill就是我們的Sister College 可以說叫Sister College 其實跟Diansa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他們的制度差不多 但是他們只是獨立管理 另外我還有一個 就是分開就是在那個網頁那裡 上面就有Florida 那欣欣如果你看一看那個網頁 如果有什麼東西出入呢 因為我都是按照你上一次 跟袁爸爸說完之後 我collect了所有的information 就放了上去上面 就是希望有些人錯過了上一次的那些 你可以去袁爸爸的網頁那裡看 另外一個就是我放了Virginia那幾家學校上去 是 你就可以大家可以去走上去 袁爸爸的網頁那裡看一看 另外說回 然後我先看看 先看 有些什麼 我昨天就跟一些 在Mee We那裡有些 我答過一些問題 那就提出了 他們問我有些什麼 Case budget 那我就做了有四個 剛剛有一個人的回答 他就說他自己是來到洛杉磯 就開始在community college 讀 然後就transfer 去university 然後就finish 完了grad school 我想就讀了master 他說是一個非常好的途徑 他就在美國安定下來 另外第二個個案 另外一個個案就是 他就是 high school 最後兩年 junior和senior的兩年 他就去了 Dianza的middle college的program 就是說他就不去自己的學校上學 他就去了Dianza那裏 收了Dianza的課 這個是承認的 你轉去Dianza那裏讀了最後兩年 你都可以count as high school graduate 但是你可以experience college的life是怎樣的 之後他就去了CMU 就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之後他去了 在Summer那裏每年都有做internship 第一年就是去了GE Aviation 第二年就去了NASA 第三年就是NASA 第四年就是去了SpaceX 現在讀完之後 他再繼續讀這個master program之後 他12月的時候就畢業了 現在他就在NASA JPL那裏做事了 Jek Propulsion Lab Jek Propulsion Lab 就是噴射機的 噴射 噴射 Jek Propulsion Lab Jek Propulsion Lab 其實我可以介紹一點點 Jek Propulsion Lab 其實就是Caltech Caltech屬下的一個work 因為NASA 它就contract了很多名牌大學的lab 去幫它們做 做它自己的Space program Jek Propulsion Lab 它就是其中一間 另外第三個case就是說 在De Ansela完成了associate degree之後 它就transfer了去U.C. Berkley 讀完畢業之後 它就加入了一個NASA 加入了NASA之後 它現在在訓練中 它訓練完了 大約三個月訓練 然後再三個月就是 on-site訓練 它現在就是在on-site訓練 它現在就 最近我跟它聯絡 它就說想pursue 再考軍官那些 就是再繼續考 Higher rank in the Navy 第四個case 所以我就恭喜它 我說 我聽到它這樣 我覺得很開心 另外第四個case就是 一個part-time 它也是讀完 在De Ansela讀完associate degree之後 就transfer了去U.C.L.A. 就讀Neuroscience 所以那個其實 我覺得不要小看community college 還有community college 你要看一下哪一間community college 還有它們的connection 就是跟其它university的connection是什麽東西 就是以我的經驗 我聽到的資訊 我聽到的 De Ansela和Food Hill College 就是進去名牌大學 都幾大了 那個機會 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追求名牌大學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途徑 因為有很多人 就是好像有很多小孩子 就是在high school的時候 就是成績不是很好 或者通常有時候 就是好像袁爸爸說 就是還沒這麼早開竅 就是有些小孩子 就是比較遲些成熟 他去試一下在community college 他就有很多 就是很多機會給你很flexible 還有給你試一下 college的life是怎麽樣 還有那個program有很多很多 那你到時你就自己轉 那你用便宜一點的價錢去轉 好過是用5萬元去 讀完一年又不喜歡那個系 那你又轉去第二個系 那你差不多要讀5、6年才讀完 就是在YOU那裡讀完 就是你變成了不太合法算了 另外我也放了一些link 就是有些testimony 就是有些國內人以前在Dianza讀完的 那他自己講他自己的experience 那我本來是有 如果share到這個screen 我可以show給你們看 不過現在就難一點了 那Dianza program有很多很多 就是好像我之前講的 你可以 就是如果你可以讀按照大學的一 最初的一、二年班就讀完所有的general act 就是譬如好像FKB、Math Math是最熱門的一個系 是最大的一個系 因為每一間學校 什麼都要Math的 那照我所知的那些先生都 當然有些好 有些不好 那你如果幸運的話 那有很多先生是非常之好的 他們那些照我所知 就是我認識 他們是 他們的心是幫那些學生去成功的 就是它不是說 因為有些 譬如好像名牌大學 You are just a number 就是你只是一個number來的 它不會給你的 但是小一點的學校 你有些什麼問題 你是找到它 還有他們是很願意花時間給你 還有他們有很多tuition的class 就是補習 就是你差不多 你想去哪裡求救啊 你一定有地方去求救的 就是很多很多幫助 就是他們的目的就是想你成功 就是想每一個學生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盡力 那你怎麼幫你 你都是沒有用的 那你自己都要盡一分力 CB 我這樣行不行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呢 有些是急著走的 有些是很急的 急著走的那些當然是 就是分分鐘又怕怕被人拘捕 又怕怕被人拘捕 那樣子 那我們分兩類 我們現在想試幾件 我昨天我跟CB都談過 我們想試下幫一下香港 但是我們現在最緊張的就是那些急於離開的 又不能脫掉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在香港非常危險的話 你就希望你就算拿個什麼護照 拿個什麼簽證都好了 也有照證 你先來了 然後我們就跟律師跟你扮那個所謂政治庇護 那扮政治庇護都可以去這個學校 至於我這件事情一樣可以去讀 哪扮政治庇護 哪扮讀可以嗎? 現在的問題是可以的 因為我剛剛最近有人問過我 是政治庇護那類的學生 如果想可不可以去DNS都讀 我問了他之後 他就說是可以的 他說如果你有政治庇護 你申請了政治庇護 其中你在每一個 即你要告訴他們 你在哪個範圍 譬如你在等著打手指紋啊 或者在等著interview啊 或者在等著grind的final ground 在哪個範圍你要告訴他們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跟他們說了之後 他會教你申請一個叫做 叫做non-resident的exemption 那個exemption呢 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過到你的合資格 他就將你reclassify 就轉了做resident的in-state fee 如果你轉了做in-state fee呢 你差不多8000元變成2000元一年了 就是非常之好的機會 這個我本來都不太知道 但是他 這件事很重要 大家經濟問題都明白了 不是個個都是有錢的 我至於內部主要で養了 它 他們還是給他指紋 welfare 找有辦法用旅遊護照 這個我就去美國美食店 如果真的拿不到的話 我們會考慮一下 怎麼樣拿來積極計較不然 是吧 然後來到這裡 拿 accessingüng仇 一進到了美國 可以在邊境�� driving 拿了之後 他就給你張紙子aris 去逛街址了 這個基本上 就可以 可以進行所謂公民活動 我們想試一兩宗這樣的事情 現在CB 我的網站那裡有個MeWe的 有沒有MeWe的連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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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連結就和CB大家communicate 怎麼做 我們和CB怎樣問清楚 怎樣跟你拿政治庇護 怎樣 最好你就可以旅遊簽證進來 如果不行 我們再拿第二個辦法 總之我們想試幾個人 然後成功的話 我將來就希望大批量進來 現在試一兩個人 誰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走的話 你們找CB就行了 在MeWe那裡 可不可以這麼說?CB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們有什麼不方便說 你可以PM我 在MeWe那裡 你PM我 私信我 如果你不方便在公眾 大家share 那個group那裡 你就PM我了 你的email地址在什麼上面? 它可不可以隨時email給你? 不需要的了 現在我開了個MeWe 你私信我就沒人知道了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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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即是private mail 什麼意思? Private message Private message 由頭學過了 現在 我們很想試幾個 幫你沒什麼所謂 這個我們就試 成功之後我們可以量大量一點 誰急著要走的話 來美國的話 你就直接找CB了 好不好? 講到這裡 欣欣你還在這裡嗎? Hello 我在這裡 一直在聽你們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會這樣說 不會這樣說 不會不會 你看看我剛才跟CB說話 你覺得有沒有要補充? 其實我也有做了一點點 就是上次我沒有講 還有CB剛才沒有講的 那裡 就是那個vocational school 就是那個我們叫trade school的 叫職業學校 其實我昨天也講了一個presentation 我現在試一下一點點 可不可以share screen 因為我也想share screen的 share不到的 現在這個什麼? 它有一個share screen的鍵在那裡的 它是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show不出來 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我 是不是因為我可能 因為我現在這個version 不是professional的 可能我要upgrade到professional才行 有這樣的可能性 現在看不到?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都是看不到 我已經按了share了 他已經說sharing了 已經 是啊 我剛才也是 你剛才也是 他說sharing了 是不是? 是啊 但是也看不到 OK 那不要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照樣說 其實就是昨天有一些在VV Group那裡 有些朋友都相對是比較艱難一些 我覺得 我覺得那次我們講過就是ESL的 那ESL就是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就是第二語言 英文是第二語言的一個詞 上次其實龔博士他也說過 其實有些教會都有free的 其實我在VV上次我都有說了就是 其實很多都有free的 但是教會free的上課就是 那個數量非常之多 就是普遍的 我就找了一個 譬如我在Orlando 佛羅里達州的Orlando 就是有一個浸信會的一個free的上課 我本來就找了資料出來 其實這個好消息 譬如你們是可以上網上課的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 甚至大人都OK的 無論他們沒有什麼限制 就可以在晚上7點到9點 就是我們Orlando的時間 應該下個禮拜左右 我們轉了下令時間 就直接打對碰 就是我們晚上7點 就是你們早上7點這樣 那就可以上課的了 那就可以在online上課是free的 那就使用上網sign up 那我就會放在Miri那裡 就是我這些資料 會放在我的Miri Group那裡 那還有呢 如果CB 他都可以放在袁爸爸的website那裡 那他就只要給25元的textbooks 那就OK了 那25元美金就大概200元港幣 那就是那個textbook 那我不知道他的textbook呢 就是我要去問問 那我就去看看有沒有數字圖的textbook 或者一定是要成本實質的書 那這裡就知道之後 我就在Miri Group那裡 那就是要和大家更新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其實大家呢 因為很多在Miri Group的朋友 就問的問題呢 都有一個 就是問我難不難 那其實呢 就很難說難不難 那其實呢 就很難說難不難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同 那但是呢 就基本上呢 就很 就是 肯去用心讀啊 那其實基本上呢 很少聽過呢 就是一直都考不到的 那所以呢 就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啦 那其實就 不會說 就是 應該一般來說 譬如在香港讀過高中啊 這樣 那應該都不會說太難的 那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college 那些都有ESL啦 那這裡 我就不講了 因為上次呢 就講了一點 那另外呢 我就想提一提 就是一個叫school search的東西 那school search呢 就是 就是我在我的Miri Group呢 就都找了很多資料 就放在上面的 那其實呢 就是 其實呢 就是 一個呢 官方的網站 那就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上次呢 就是和大家說呢 就是 因為現在來香港呢 就可能有兩個方向啦 一個是F visa啦 F1啦 那F1 visa呢 就是一般讀書 我們很普遍呢 就是英國學生呢 就是國際學生呢 就是用F1 visa的 那但是呢 鑑於呢 就是有不少的朋友呢 就 他們呢 就想可能 已經離開了 就是讀書一段時間啦 或者是經濟上呢 就比較那個budget呢 就沒有這麼多處先的 那其實呢 就可以呢 試一下申請M visa 那我不知道Lisa 等一下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呢 那M visa呢 它是什麼呢 它就說是一個 學生交流計劃的 visa 那就看一下可不可以申請到 那那個school search呢 就很方便用的 就是只要你在網站 找到幾間學校 那就可以搜尋 他們有沒有 即是官方的 他們會不會給F visa 和M visa給你們 那如果它有呢 那你就可以go ahead去申請了 那一go ahead申請呢 如果你有F1 visa 或者M visa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它有一些的課程呢 因為 譬如那些 就是community college呢 就比較 或者是 就是都還是貴一些啊 或者是長一些啊 那你就試一下呢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最便宜 和時間最短的課程 如果他們又肯給M1 visa的話呢 那這個相對上呢 就是一個非常好 入到來讀書的方法 那所以呢 就大家可以去 就是記得去找咯 因為呢 就我post了上去呢 好像 就是 我就發現 可能沒有什麼人去問我 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 沒有什麼去用 其實呢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一個工具 另外呢 我就預備了 就是一個那些工業學校 就是那些算是叫工業學校啦 那呢 其實呢 它就有很多 就是很方便 就是除了 說你想走academic的路線 就是學業上的路線之外 其實呢 他們呢 職業學校呢 就是很實際 practical 然後呢 就很容易找工 那所以呢 在這裡呢 就給到大家 另一個方向 就是 我的預算不是很多 未必夠兩年 讀 complete college 那我就覺得呢 就是vocation school 就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渠道 那呢 還有呢 也都可以走 你自己找到一些 certificate 那些證書的時候 那呢 就可以呢 就 拿到證書 就去工作 那在外面人家公司 做多幾年 就可以自己做生意 那呢 就那個收入 那方面呢 build up一個新的生活 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呢 譬如這裡呢 我就找到一些資料 就是譬如 水電工啊 它簡直有一些叫做management of computer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些電腦資訊管理 networking啊 還有 medical assistant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醫務助理 那都是有很多 那 另外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呢 它的時間呢 是可以短到六個月 到二十四個月的 那你就可以 就是 在你覺得 可有的budget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都 讀書未必是我一個最 最首先的首選 那其實這一個呢 就是很好的方向來的 那 那 Sorry 你說 看菜吃飯 對不起 是啊 真的看菜吃飯 那其實 那那個 那我儘管這樣說 如果做得好的話 又做得出色 那然後呢 你看一下自己的生涯規劃 多少年 那其實絕對不會 如果你真的做得好的話呢 就是你就算 說收水口啊 或者自己自己自己的公司啊 電工啊 就是 你的income呢 未必是低過一個professor 或者是 或者是一個 在IT上做到很top的income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學行出狀元 所以呢 就不用說一定要走 就是很academic的 其實都有一片天空的 那這裡呢 譬如有呢 最後這個 就有一個free training program 這個呢 就是一個免費的training program 那我就找到一些 其實呢 直接是免費的training program 那到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 譬如有什麼呢 有truck drivers 就是 駕駕駛 就是駕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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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一個叫CNA 就是一個certified nerve assistant的 然後呢 就是護士助理 然後呢 或者是家務助理 有些呢 是fought lift driver 還有一些是computer specialist 就是一些電腦的專員 然後抽血師 然後保安都有 然後保安都有 Welding 就是刊接師 還有牙醫助理 是 那直接是free的 那所以呢 這些呢 他們就會 和一些公司合作 那你拿到牌子之後呢 就經過 一定要經過考試 合格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拿到牌子了 那這些呢 就是 很多可行的路 就是 只要 只要來到的話 那 我大概補充就是這裏 阿欣欣啊 你那邊 懂得那些 那些移民律師的? 如果有需要 那我 你那邊有沒有人認識? 有啊 我現在有認識人 還有呢 我星期一 我已經做了職業了 和兩間 三間律師行 就和他們做了職業 那我就和他們 就談好 就是我就會 整理一下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相對 就比較多會面對的 那我就會和他們談 那有幾個方向 那就是 不同的 status 的怎樣申請 進來 那我就會 我星期一就 下午就做了幾個 appointment 那我就會過去 就是直接和他們談 那有些什麼更新的時候呢 就可以更新你們 因為呢 相對來說 如果有些人呢 就想來東岸 那然後呢 佛羅里達 我上次就說過 就是因為這裡呢 就相對是便宜的 那就是譬如 在加州那些 兩三千元 一間三房 三房屋呢 就兩三千元 那我們這裡呢 就千多元就有了 這樣 還有很多事情 袁爸爸上次來Orlando 都見過餐廳 吃東西那些 各方面也都很便宜的 所以我就說 找東西做 找東西做 找東西做那裡呢 就 因為這裡呢 其實就 譬如我就說 如果你去medical 那方面 就是醫生、護士 我們這裡呢 簡直有幾個很出名的 簡直叫medical center 就是 因為這裡呢 現在佛羅里達州 已經是全美國第一個 就是很適合retirement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過來 那麼它的retirement 又不像Wancouver 就是Wancouver 很多人說retirement 簡直就是沒有生意的 就是沒有東西做的 找不到東西做 我們這裡呢 就很容易找到東西做 因為我們這裡呢 還有Orlando 整個迪士尼世界 迪士尼世界 請了很多很多人的 而且我們也是相遇的 就是我們還是相遇的 那麼迪士尼世界 就很適合一些相遇的人去 變了生意呀 工作機會呀 又不會老化 就是整個社區呢 整個社區呢 是小孩子又有什麼都有 非常之好 還有這個又是移民的融合的社區 因為譬如整個Orlando 和我們這些區比較多移民呢 有剩下50%的 變了呢 大家都是移民 又不會太少大家 或者是怎樣 大家都會 還有其實很多都跟我們同一警方過來的 就是同一警方 給一些極權欺壓這樣過來的 古巴 那些人都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是很方便 做事、讀書 自己做生意 各方面都是很方便 還有我上次說了 Florida是沒有income tax的 就是說我說沒有州的income tax 就是聯邦都有 變成我們做生意的話 我們做5%的盈利 都已經是挺好的 那它十幾個percent 十幾個percent的income tax 是不用給的 就是變成對我們做生意的話 就非常之好 所以我剛才說的 我們現在你們用那個 我聽說現在說 那個好像很好用 會不會更方便我們談這些 關於讀書移民或者這些 會不會更方便 你研究一下這件事 我們現在應該用最好的 最好的工具 你研究一下 是Clubhouse 是不是 你說 是Clubhouse 我聽到很多人應該用得很好 還有好像可以做不做friendly user friendly 過現在這些這樣的 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要不斷改進 是啊 其實因為上星期 剛剛這5天就做事了 其實接下來下個星期六 我們應該就有一個 圍爐取暖的聚會的 袁爸爸還有一個叫 有為大叔 他就會過來幫忙 然後就談一些的 無論是在軍事上 或者是其他 或者是我們 我們都想說一個創傷學為證 這樣 所以到時候我們有一個 圍爐的聚會 都是會用Clubhouse的 那我就想多研究一些 就看一下它的功能 可以遮蓋到 會不會遮蓋到所有東西呢 就是YouTube 遮蓋到以前的Facebook 或者是這些 如果它的功能是很多的 多元化 那我們就可能 逐漸慢慢就移過去那邊 這樣 到時候我就會出了一個題目 然後就跟袁爸爸說回 袁爸爸就可以release 我們的聚會是什麼時候 多少點 那我們那次就會用Clubhouse的了 好啊 好啊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Lisa可能她很方便 我告訴你 挺有時候加州 有些人搞鬼她 就是說她這樣幫人家 從麥犀哥過來 又說不合法 這樣那樣 去告法她都還沒有 這個世界很威多 人家現在爭取自由而已 有什麼大不了 又不是搶你財產 又不是什麼 又不是傷害任何人 那她可能今天有一點點問題 就不來 不過很重要 保持聯繫 現在她那裡都好像挺成功 就可以在那邊 就可以幫到人進來 都是一個辦法來的 這是一條生路來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美國的簽證未必拿到的 有時候還會有人質疑 他不給你簽證給你 還要急鋪槍 說以後都不用回來 有這樣的事情 我最近聽到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看到很多方面 儘量有什麼其它的可能性幫人 我想問你們 佛羅里達州 有沒有人在海那裡走過來 有人從加勒比海那裡走過來 是啊 其實之前有人問了 但是呢 因為 譬如在加勒比海那裡 但是因為綠路呢 其實相對上都已經危險了 但是呢 如果走海路呢 就變成你不懂得游泳 那我呢 就不是靠游泳了 綠路現在呢 就是因為拜登上了場 就反而安心了 它變成了所有的那個所謂的邊境 基本上就不懂的 隨便你走進來的 現在每天幾百人 幾百人都在走進來 甚至過千 那綠路沒有問題 我就是想看看有沒有用船過來的那些 那些佛羅里達州和很近的 你們和古巴啊 和什麼 小時候都 是 佛羅里克那些 是啊 很近的 波多黎閣那些就近了 嗯 是 還有呢 我有 其實呢 我有一點點補充呢 就是因為呢 我在一個BV Group那裡 其實再三呢 就提醒一些香港朋友呢 就是去申請Visa那時候呢 要做足準備的 那我就趕完又趕到口水乾的 那但是呢 趕到口水乾 他們呢 都可以 就是有一些沒有什麼準備去的 那他後來就 就是deline了 那就是沒有了 那他跟我說回 那其實呢 我就很可惜 但是都沒有辦法 我跟他說話 就是我跟你說了 你一定要很多準備 但是他們就沒有什麼 就是可能覺得 都很容易的 就是他就只是帶了那些 那封信上面 就叫他們帶那些東西 就沒有additional的 就是加很多 你也知道我們呢 最重要就是 去證明我們為什麼 就是去這個trip 和會回來香港 就是我們一定要 要去有一些多些證據給他們呢 那麼Visa那裡呢 就比較相對 他們就明白了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 就這樣 真的帶個身份證 沒有什麼帶去啊 這樣就做 那其實相對來說 就難很多 那這裡提醒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做足非常之多的準備 就是這樣 那我想說 那就是你一輩子的命運的問題 是啊 他跟你打了一條 回來呢 你就差不多以後 跟美國就無緣了 我記得我18歲的時候 我在美國 有幾個同學 在加拿大那邊想過來美國 又是 又是準備不好 在那裡橋那裡 在加拿大那裡橋 是啊 被人打了一圈 以後就沒有了希望 不是說話的 當然加拿大都相當好 但是美國和加拿大 不是一個地 不是一個層次的 就是講發展 你說有什麼 讀書就好 美國是相差很遠的 就是兩個 不是一個世界 我不是說加拿大不好 就是每個人都有字 但是美國 如果你真的要打開拳腳 就一定要來美國 是啊 是啊 所以這裡 我就說 還有可能香港朋友 不是很知道的 就是你 因為他以後就會問你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 被申請Visa 或者是申請入境被拒的 就是你以後申請很多東西 他都會問你 那你只要有一個歷史是這樣的 他就麻煩很多的了 就是他們就會嫌很多的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interview 好像申請普通圖書卡 都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認真一些 一輩子的命運 不是開玩笑 大家這些事情 最多你們 有些事情 你給阿欣欣看一看 我們幫忙看一看 沒有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失敗了的話 以後你就沒有希望了 我想補充一下 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我聽到有些個案 就是他們用旅遊簽證進來 就是旅遊簽證進來 但是他被海關的人多問他們 他們有一幫人 我想有幾個 不知道四、五個 那給那些海關人員 多問他們幾句 譬如說 你去旅遊 你去哪裏 你的行程是什麼 他們是回答不了的 再問一下他們 你住哪裏 如果你說探親 或者探朋友 那你有沒有地址 又回答不了 那他們就立刻 不讓他們進去 不讓他們進去之後 我想他們 接著他們就說 我要申請asylum 是當場立刻我說 我申請asylum 那他們就OK了 給他們申請 但是領事館就沒有這支歌 你來到機場 那你就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但是領事館這支歌 是啊 不是領事館他們是來到的時候 不是他們說 來到這個 如果他可以申請到庇護 這不是壞事 但是有時候在領事館 已經被人玩完了 打個圖章 是啊 是 被判死刑了 是啊 所以所有interview 你們最好真是認真些 做一下功課 預備多好過預備少 所有的問題 對 譬如我普通一點 就是譬如如果 你申請B visa的 你申請B visa的 你就申請了B visa需要的東西 你來到我參加參展 參加展覽 那你就有展覽的那些十幾二十元一張的入場券 就買了去 整個你的business plan 或者是怎樣的 你就做完 哪間公司你預備去談 有什麼生意 那就做完了 如果B visa也可以探親 那你就最好列入所有你的親朋戚友 哪個名字 住哪個州 你整個計劃 整個計劃 整個計劃 幾多天去加州 幾多天 幾多天 就去Las Vegas 幾多天 幾多天去Florida 那就要全部整好 就是整個計劃 就是整個計劃 就好像真的一樣 就是真的一樣 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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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全部都是要全部做完的 就是你要全部做完的 如果F visa那些 相對好少少 F visa那些 你都要全部的資料 資訊全部讀書那些東西 就拿過去了 那F visa 如果你給你的i20的話 就相對容易就拿到的了 是B visa就容易被拒 就是你探親的所有親戚 地址全部都要全部拿出來的 那就不要說 就這樣說 就是只把口說 就是這些不行的 在美國那些 就是你去拿 visa 全部都有證據 你你月給它覺得 你真的有的 然後 甚至電話號碼那些 你都要全部整出來的 那還有呢 就預備少少 就是你去到機場那時候 你就不要放你的資料 譬如他一定會問的 剛才CB講的那些 你就不要放在行李箱那裡 我就在MIV那裡提醒 你要放在你隨身行李那裡 因為你第一進去 去入海 就是入USCIS那裡 他就會問你這些資料 他就直接要你提出來的 有時候 那你不要說我放在行李箱那裡 就是你那些行程啊 各方面那些東西 你就全部放在背囊 手提行李有個file 全部他要多少 你show到多少出來給他看 那就最有把握了 我想問問 CB啊 現在那個i20 一般以前我們來讀大學 那時候已經有i20 所以我很清楚i20是什麼 但是community college i20可不可以 減肥手授 讓他們容易一些拿到i20 你怎麼看呢 可不可以跟他們學校聊一聊呢 其實上一次那個director 都提過一下 其實總之你是讀到12個unit 每一個quarter讀到12個unit 就是full time student 然後你把所有的 他們的requirements 譬如中學畢業 或者英文那個成績 那個GP 不是GP 那個grade 那它pass了之後 那如果你把他們的requirements 他就會給了i20 所以為什麼我說是很flexible 它現在比如香港的中學生 中學畢業了 他有中學的畢業證書 還有他考到TOEFL 或者那天他說的那個叫什麼 跟TOEFL差不多的東西 可以往常做的 那是不是拿到這個東西 立刻美國這邊可以出i20呢? 是啊 但是呢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說要show到那個financial statement 足夠你一年的錢 就是如果你銀行 那都是在說那8000塊美金 或者1萬塊美金 但是欣欣昨天我和欣欣聊的時候 他說有些人8000塊 都拿不到那個financial statement 那些就找朋友幫忙 叫他把錢拿到銀行 然後打一份東西下去 然後show給學校看就看不到 我以前個個都是這樣做的 以前香港的人都不是這麼有錢的 現在就是比較有錢 你家裡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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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那樣都可以給他看 都可以解決 都可以解決 是的 我想還有補充一點就是說 這些不僅是給小朋友的 Community College 因為小朋友大跟Letting 例如剛剛欣欣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成年人 你以前讀過了一個learning 譬如說你以前是讀marketing 或者讀 Finance 或者開銀行 那你過去的時候 你找不到錢 你想轉行 之後 社會學校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 比如說你在香港開銀行 你不是說去community college那裡 看看他們有什麼program 比如說有些就說 有些好像child care development那些 他幫你拿了license 你自己拿了 還有certificate 因為你開一間託兒所 你是要有所有license 有certificate 那些東西 你才可以開一間 所以 和community college 這些這樣的career training的program 他們 line up with很多corporation 譬如好像我很推薦Deanser 有一個叫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我是非常之推薦這個program的 因為他們裡面是教你做machining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CNC 和3D printing 有cat 即是computer age drawing那些 其實這一範 我自己讀完這個degree 我自己都有去讀他們這兩年的degree Cat cam Cat drawing 和machining 其實因為我自己覺得很好玩 我比較有興趣mechanical的那方面 所以很多 這裡特別在加州 雖然是說生活水準是高一些 房屋 租櫃 但是以後那個前途 那個前景 職業是找東西做是非常之好 譬如好像這個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是很hot的 3D的market 現在是35個billion 就是3D printing 他們預計2024年是一倍 65個billion 將會 所以那個market是好 就是3D printing是 is the future 因為譬如好像這裡你讀完 很多大的公司 譬如好像這裡NASA Lochit Martin Bowen 這些這樣的大公司 Sandia 這些 這些national的agency 他們不是說manufacturing 他們只是引 他們做prototype 我不知道prototype叫做什麼 中文 做版 做版 廣東人叫做版 做版 因為他們要做testing design完之後你要做一個prototype 做完prototype又要做task的 那整個cycle 你經常要做很多 然後你不合格 或者要有什麼改良的 你又要再做過 再做過又再做過 你想想一個太空船裡面有多少個parts 是 有幾萬個parts的 他們不停地設定 prototype 然後testing 那個cycle是他們不會自己開一個 division去製造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去contract外面的小公司 所以如果你學了這個東西 那個前途真的很厲害 現在美國在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現在最重要是讓它來得到美國 如果最簡單 譬如它沒有什麼複雜性的 它拿個中學畢業政選的時候 差不多香港個個都有了 是啊 是啊 還有那個英文那個TOEFL 還有還有一個 我記得那天 他說Domingo比TOEFL更容易 你還有這兩樣東西 我們幫你搞定那張I-20 那根本就沒有問題了 是啊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覺得呢 我們要幫別人在直指 進來它讀什麼 那些我們有很多辦法 那些先遲一步 先要幫它進來 就是你的中學的證書 和加這個Domingo這個英文的測試 你過到這兩關就可以了 它在網上而已嘛 網上你知道了 根本沒有人監考 你懂得做的 是不是 那拿到這兩樣東西 我們這邊幫你找到I-20 那你就去領事館那裡拿簽證過來 這個可以很快的 可以說兩、三個禮拜就搞定了 現在香港的情勢 就非常之急切的 所以我們要幫它快一點 不行 一、二、三搞定了 可以先離開了 就是先脫了苦海 香港現在的壓力很大 有很多人可能被人拍了照 不知道的嘛 隨時來找你就抓你走了 是啊 所以我 你一定要搞這件事 第一 你要中學的證書 第二 你那個英文那個讀過那個 好像年紀好像什麼以上不用了 連那個英文那個都不用了 不是 英文我想都要的 但是如果譬如說你已經有 第二個Degree已經讀了的 你都沒有所謂 其實你40歲、50歲、60歲你都可以讀的 總之你找到一個program 你都可以讀的 不是只有小朋友讀academic去這條路的 所以他們 我們先不要幫那些年紀大的 他們不急的 他們不是那些被抓過的那些 我想幫年輕的那些 中學畢業、大學、讀到一半 就是理工、中大那些人 如果他們有興趣就馬上就過來 先來了 來了才說 我真的想這樣 因為昨天 關心 因為昨天在MiuV那裡我看到 有一家人 他就說有三個小孩子 我想那三個小孩子 他讀不到Diantha 如果是很小的 那是不是家長就可以申請 申請community college 你自己走過來 我意思就說 我意思不是說不用 這些不用現在focus在那些小朋友 但是因為他們都是很想在那裡 他們整個家人上來 那你就自己轉行 過到來 你轉行的途徑就是在 就是用I-20那個方法 找一個program 你隨便找一個program 你隨便找一件東西先讀 那這家 你來美國有沒有bisa? 有啊 就是I-20了 已經拿了 總之你要找一個program 是夠12個unit的 是full time 12個unit的 12個unit很便宜的 就好像是你父母 你父母兩個都申請I-20了 你就學期找個program 那是夠12個學分的 那你就變成full time student了 你full time student 你又pass了 遇到他們的requirements之後 他就給你一個I-20 那你就去拿F1 student visa 就是我經常覺得 你不讓那些小朋友一起和一起飛嗎? 我想 你不讓那些小朋友? 這個我要問一下律師 我有一點點補充 我有一點點補充 袁爸爸 你說我不好意思 是 因為之前其實我都有問過律師 我自己查一下資料 F1譬如經濟上有些問題的話 其實都不用父母的 總之一個F1 visa就是 讀那個人拿到的 visa 然後他就要譬如有些小朋友 特別in between 其實他很難申請到F1 visa 比如15歲那些 14歲 可能他們急著都要 他父母其中一個申請到 就簡直是可以全家 他全家過來 然後他要跟學校說 他就要在申請 因為他申請I-20那時候 你給了那些證明給他 然後你也要跟他說 你說我是帶了我的spouse 就是配偶和兩個小孩子 或者三個小孩子來的 那要給他知道 那他就在document那裡 應該是有一些support 然後呢 就會是可以 F1學生 visa 是可以帶了小朋友 和配偶的 那些人家 不明白 是的 這樣就搞定了 是啊 是啊 我聽到嗎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MV組那裡都寫了的了 我現在都已經在鼓勵著 就是在幫一些人做這件事 是的 是 CB你聽到嗎 是的 我聽到 聽到 如果是這樣就能走得通 那些家庭過來 幫了他們首先 以後那些再講 先頭我們找幾個人來做 試一下那條路是否通通 好啊 我們今天差不多講到這裡了 差不多講到一個小時左右 麻煩你們盡量考慮一下 那個Clubhouse和MV 如果MV不夠好的話 我們以後都想參加 這些很重要 尤其是開頭的時候 將來走順了就沒什麼所謂 現在最難就是萬事起頭難 好嗎 我覺得現在我們 最重要是幫到 幫到他們香港 現在根本就是那裡 香港暫時來說就沒什麼 就是沒那麼久的了 它做什麼任它如肉的了 我們走得多少就走了 是 好啊 CB還有沒有話要說? 沒有了 我是這麼多 暫時來 今天這時候沒有上來 一會兒我問一問他做什麼事 都是記憶的 有那些 那些鬼佬莫名其妙說 他們這樣犯法的這樣那樣 哎呀 我不懂得說而已 不知道又重要還是那些這樣的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袁爸爸 袁爸爸 有一點點說呢 就是最後呢 就是那個Safe Papa Act 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過了 那我就說呢 我跟小夏說的 原來小夏很懂這些法律的 他說呢 因為那個選舉年過了 沒有了的了 現在要從頭開始 但是不是這麼難 因為呢 以前呢 那些小組討論過的 現在呢 要找回兩個案件 找出來之後 我們拿它怎麼樣重新 重新組織一下它 再遞上去 原來沒有人做意味 我就以為它已經過了 總議院了 等著參議院 原來沒見過什麼事 原來呢 就等於現在由頭來過 那所以呢 我現在準備呢 就拿回這兩個案件 來想拿來的條件 就混合了它 或者還加一些資料 加到香港的BNO免簽 這些東西 然後再遞進去 因為他們現在那幫議員 忙得不得了 這些問題 根本就顧不上香港 是 袁爸爸 我不知道呢 麻煩你去再確認一下 因為呢 我們那個群組呢 其實已經在那裡 在說這個Safe Harbour Act 其實新政府已經遞了 已經趕了 新政府 就是現在現政府 Marco Rubio 就已經和另一個人 已經一起sponsor了這個bill的 那現在就 要1月12日上任之後 他們國會和上任之後才計算 這個就是 現在3月應該有可能 是啊 是啊 因為這個都是最近 應該是2月那個時候 香港新聞好像都有說 我在我的組裏 就post了香港新聞有說 所以他就應該 麻煩袁爸爸再確認一下 因為你裡面那些人 如果Marco Rubio 他們那一班 現在已經是 真的已經新的那些 已經出來了 看看你可不可以再加一些 譬如那些Visa 那裏可不可以 Visa Wrave Program 然後再一次過這樣弄上去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如果是的 我覺得 香港人都要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如果這個真的是 原來新政府已經出來了 然後又可以push到他們 如果我們盡快通過的話 那一通過 就可能很多人會立刻申請 那就越快申請 因為美國的USCIS 是做得很慢的嘛 就是做事很慢很慢的 如果特別是有迫切需要那些 就不要說左想右想 左想右想 就一定要 就立刻這個有的話 如果其它方法都來不了 那這個就一定要做一個明智的決定了 當然明白 對不起 因為我這陣子沒有跟 我以為這些東西正在走著的 如果這樣就馬克羅比歐那個是最新在上的 我們了解一下 羅比歐就是參議院來的 但是他可能兩個參議院 和議院一起過都還沒行的 我要了解一下這件事 這個我都沒有100%確定 因為都暖暖的 就是in between 那就麻煩袁爸爸去確定一下 如果這個是OK 就會快很多了 我這個禮拜準備去見一見羅比歐的 因為他幾點 有幾點 讓他對一對 尤其是關於港元和美元脫鉤 現在真的要 他們現在以為 中共以為什麽做什麽都可以 好啊 這裏保持聯絡 好啊 我幾忙都要做 現在這些是實際的工作來的 那些時事評論那些 沒有所謂的不是主題 這些才是主題 好的各位 多謝大家 多謝袁爸爸 好 拜拜 OK 拜拜